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 我感觉像让两位巨星在台上同台演出 一位是周杰伦一位是李荣浩 你们演完有什么想对大家说的吗 你们 我比较好奇一个位老师对我们有没有安可 尤其是盖老师 你我安可你们没有你想知道吗 我没有 好听但对对对对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 就是 你们也是来自摩登的 然后刚才那一队也是来自摩登的 然后你们觉得谁会 进到下一轮 我们那个频道一组的时候 我们私下已经讨论过了这个问题 就是大家都是摩登的兄弟 然后输给谁都不丢人 我是给你们安可 真的 我一直把自己打回跟现场所有听众的角度一 而且我刀了那一句 你不爱我我就爱别人 我就唱了 所以我觉得 是值得 值得安可的 嗯 真的 很喜欢 谢谢夏宜能老师 我觉得反正他们两个队我都 我觉得就都差不多都是很喜欢的类型了 但是如果只是说歌词的话 如果他不爱你你就爱别人 那如果每个人这么想 世界都peace 我觉得大多数情况不是这样 哦 都是他不爱你 你没办法不爱他对 所以我更加认同 Summer Vapor 的他的观点 对 所以我在这个时候就没有投你们安可票 我现在觉得两个都差不多 我有安可你们 但我其实也很纠结 因为我本人会比较 对一直有一个旋律在后面 他一直在转一直在转 会很洗脑 他唱的是猪八戒的哥老伯的音乐 但是呢 这个吉他手他 他开始唱 他每次唱他那句旋律的时候 到最高的音他都跑掉 他都跑掉 就特别影响我听 然后他这个词写的 你不爱我我就爱别人 想说你吓唬谁呢 后来我想 后来我想 他吓唬他自己呢 他都跑掉了 所以我就觉得好像让我挺难受 好像也挺对 然后所以我就 我就投了 对 对啊 你不爱我就爱别人吗 那行吧 那行吧 那我就安可一下 那我们这个乐团有没有想 有没有想说想法 想 那个 我特别想说一点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 我感觉像 让两位巨星在台上同台演出 一位是周杰伦 一位是李荣浩 然后也确实啊 我觉得整个音乐的话 确实跟摇滚乐 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作为一首简单的歌的话 还是挺不错的 嗯 你说很早就这么说 因为以前说过 还是 他们就是他们吃几个好 喂喂 啊 啊 喂喂 哈哈哈哈 呃 是这么个情况 就是什么个情况 你说你说说 我们乐队跟 和平饭店乐队从来就不认识 但是来了之后 也不想认识 呃 哈哈哈哈 来了之后在那个员工食堂吃饭 我就发现这个大刘 长得跟我兄弟一模一样 然后我就去问他 我说哎 兄弟你你长得好像我的兄弟 然后他 兄弟你长得好像我的兄弟 哈哈哈 你还挺哲学的 我感觉你还挺 然后我们互相了解一下之后发现 太像了 我就是都是没有正经工作 然后 那确实是兄弟 就发现特别聊得来 所以说支持我的兄弟 好 谢谢 就是其实我们这次 来这里确实有这个目的 就是我的目的是 攒一点那个彩礼钱 然后我最大的目的 就是让他们多挣点钱 然后把欠我的钱还我 哈哈哈哈 哈哈 还有什么想 表达的吗 就是 如果 我们还能留在这的话 我会让大家在下一次见到一个 不一样的和平饭店 一定会 谢谢 我也要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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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世界很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